严谨的甘露心 化成了甘恨的心 下面我们看经文第十八页最后一行 如等比丘 若勤精进 则事物难者 事故 如等当勤精进 辟入小水 长流 则能穿石 若行者之心 数数泄沸 辟入钻火 味热而熄 随遇得火 火难可得 事命精进 如等比丘 求善知识 求善知识 求善互助 侮辱不忘 这应该是另外一段了 我们先把这段讲完再说 比丘出家修行 本未解脱成佛 所以应该集中精力 应该勇猛精进 如果集中精力去修行的话 其实没有什么难事 比如说月葬 月葬 据说呢 月一变 大约要三年的时间 那如果我们不能够集中精力 那大概十年二十年也不能够月一变 那如果集中精力的话 三年就可以月完 再说念佛 达到功夫成片 如果你努力精进的猛修三个月 基本上可以初步成片 你就获得体验 如果不行的话 大概十年二十年 还是散散漫漫 功夫不得理 所以说 如果精进的话 就没有什么难事 修行究竟应该怎么用功呢 一种就是我们说的 集中时间 集中精力 进行专修 另外一种方法绝对不可以偏废 那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那出家人就在出家的生活当中 从早晨起床一直到晚上睡下来 时时刻刻点点滴滴 在在处处 都要保持正念 细水长流的方法 这个和专修的方法不太一样 专修的方法当然是勇猛精进的用功 那不等于我们在日常生活 法务繁忙的过程当中就不修行了 仍然要保持 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个方法在家的居士也要懂得 因为在家的居士更没有长期的时间 能够专修 那全要靠在生活工作当中修行 那就要在生活工作当中 不管清闲还是繁忙 都要保持你的本修法门 但是你的专修可以放在早晚 选出少许时段 好比说早晨20分钟 晚上睡觉之前20分钟 然后逐渐看有没有可能增加到半个小时 修得纯熟以后 睡眠就减少 那么是不是可以再增加到40分钟 50分钟乃至一个小时 这要看自己的因缘 那要一直细水长流才能达到 否则的话就不可能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兼顾自修 也兼顾生活和工作 这样就比较好 如果我们修行 勇猛起来就是一阵 然后呢就有懈怠 那就好像我们钻目取火 因为现在呢这取火就很容易 打火机啊火柴啊 还有什么种种的设备 自动打火 非常方便 那在古代呢要取火 就要钻目取火 现在电视呢 就比较发达 什么节目都有 那有的时候就表演那个钻目取火的内容 所以我们就可以从电视上看到 其实钻目取火啊 这个古代取火的方法 也不止一个钻目取火 其实还有好多方法都可以取到火 但是呢 在那个取火的过程当中 真的是不能停 要一直 一直钻到它冒烟 然后一吹 有了火星就好办了 那像钻目取火一样的勇猛的修行呢 这个就叫精进 好 下面我们再继续下面的经文 在十九页第四行 如等比丘 求善知识 求善互助 无辱不忘 念若有不忘 念者 这句话要从念 这句话要从念 求善互助 无辱不忘 念 若有不忘 念者 诸烦恼贼 则不能入 事故如等 当场 常当 设念在心 若是念者 则是诸功德 若念力坚强 随入无欲 贼中 不为所害 辟入浊凯入阵 则物所谓 事命不忘念 这段讲 要求善知识来帮助 能够使自己保持正念 不失 我们修行不得力 就是因为功夫没有成片 功夫成片 就是正念有的时候在 有的时候不在 什么叫正念 正念自己 就是我们能够 把心用在自己当下 所修的那个本修的法门 本修的法门 有可能不同阶段 不太一样 像我们有一讲 说到我介绍一个居士去念佛 那么开始念一个月 然后念三个月 然后再念一年 然后再念其他的时间 一共是三年的计划 在不同的时间就不太一样 在第一个阶段 你就口念 口里边不能断 当然不能口念的时候 就一定要心念 那第二个阶段 就可以口念心听 第三个阶段 就心念心听 第四个阶段 就是心念心意 它有次第方法不太一样 不可以都搅到一起 那你在开始的时候 你嘴上念阿弥陀佛 这个是正确的 你念到后来以后 嘴上再继续念阿弥陀佛 不正确了 因为嘴上念阿弥陀佛 很容易丢掉正念 你脑子里可以胡思乱想 那要逐渐地过渡到 心念心听 那个时候嘴上就不念了 完全是心念 然后心听 那再过多到下一步呢 你要把这个佛的名号 阿弥陀佛这个四个字 或者阿弥陀佛的形象 要舍掉 这样保持自己心心念念 都在想念阿弥陀佛 这样就不容易着相 就容易和那个无相的实相相应 这也是一个过度的法门了 还不是究竟的 究竟的就是实相念佛 实相当然无相 所以这个过程是蛮重要 那么我们要懂的这个次第呢 在不同的次第 那个正念念的内容不一样 不要认为呢 你这一个念就可以保持到底了 不是了 那你能够保持你这个本修的法门 这个正念不失 这个就叫精进 那求善知识呢 就求善知识来帮助你 教授你 这些具体修行的 很细的这些问题 我们修行有的时候太粗心 只知道一个大概 其实修行很细心的事情 有很多细节我们需要了解 这样我们就知道怎么样保持正念 就不会忘失正念 如果不忘失正念 烦恼贼就不能够入 不能够入侵了 因为你没有空子让他钻 我们这一点是阿弥陀佛 下一点还是阿弥陀佛 中间没有 这个实证了以后呢 就知道 我们打不了妄想 我们打的妄想也还是全是阿弥陀佛 所以呢 烦恼贼不能够侵入 那翻过来说 我们如果不能够保持 我们本修法门的正念 那烦恼贼呢 就可能侵入 侵入以后 我们就会失去修行的功德 那佛进一步说 如果我们的修行功夫 一步比一步深入 念力已经很强 你看这个五根五立啊 开始呢 是要启发我们往昔修行的五根 信 进 念定慧 第一个就是信 第二个精进 第三个念 第四个定 第五个会 信经念定会 那由于修这个五根呢 就会有产生五种力量 信力 精进力 念力 定力会力 那第三个中间的呢 第二个呢 就是精进力 那么由于精进以后呢 就会产生念力 念力如果坚强的话 随入五欲 贼中不畏所害 就是你即使 混同在世俗法里面 你日夜为寺庙操劳 日夜弘法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念力已经很坚强 如果不坚强就不行 即使我们 在家的居士 仍然在工作 仍然在生活 跟世俗人表面上看来 没有两样 但是内心呢 由于念力坚强 也没有关系 所以在家的局势 如果有所成就的话 因为它特别的难 修出来以后 也相当的稳固 非常非常难能可贵 这个佛在 优菩萨戒经里面 讲得非常详细 几乎每一段都这样说 这样的修行人 就好像有了一个 坚强的铠甲 入到敌阵当中 就无所畏惧 所以修行不能够 忘失正念 佛经里面 大乘佛经里面还讲 忘失菩提心 就好像是修诸磨叶 如果忘了我们的发心 忘了解脱和成佛 你修的法都和世间法相应 那就是磨叶 下面看二十页 如等比丘 若设心者 心则在定 心在定故 能知世间 生灭法相 事故如等 常当精勤修习 注定 若得定者 心则不散 譬如 汐水之家 善智提堂 行者一耳 为智慧水雇 善修禅定 令不漏施 事命为定 好 这里可能是一段 这段主要讲修定 如果能够 远离溃 没有散乱 保持正念 其实就心已经在定了 心在定 就能够在静定之中 观察世间法的生灭 世间法都是生灭项 不能够常住 终必破灭 所以它不是一 不是靠 我们不能把世间法 做我们的皈依 我们的究竟归处 应该是佛 法僧三宝 说到佛法僧三宝 大家知道 有外面的三宝 有我们自性的三宝 究竟的归处 其实还是应该是我们的自性三宝 因为这个三宝和我们时时刻刻都在一起 外面的三宝 还是要帮助我们找到和正视我们自性的三宝 所以说到三规的时候 经常会说 自归一佛 归一自佛 自归一法 归一自法 自归一法 归一自法 这个都是不能够心外求法 如果心外求法 就是外道 要想解脱 就一定要做 世间生灭 因缘所生法 不能够常住的这种观形 只有用这种观形 才能够去除我见 进而去除我之 非常重要 为了能够开发 增长自己的智慧 就一定要修辅助的法门 就是要修禅定 因为禅定能够集中我们的心力 使我们的思维 能够不断的深入 因为有了定 心就不会散乱 那佛又打比方 就好像是非常珍惜水的人家 他就非常善于修制 这个堤坝和水堂 就是蓄水池 修行的人也是这样 那我们为了能够 保持我们的智慧之水 不能够漏失 我们就要善修禅定 因为只有禅定 才能够保证我们 不丢失 如果没有定的功夫 那么就可能散失 下面看二十一页 如等比丘 若有智慧 则无贪浊 常自省茶 不令有失 是则于我法中 能得解脱 若不而者 既非道人 又非白衣 无所明也 实智慧者 则是 渡老病死海 兼老船也 亦是 无明黑暗 大明灯也 一切病者之良药也 罚烦恼数至利福也 事故如等 当以闻思修慧 而自增益 若人 有智慧之兆 随物天眼 而是明见人也 事明智慧 前面很多篇幅 讲戒 然后讲定 这里就开始讲慧 所以是如法次第 有了智慧 才能够 断除贪着 也就是说 我们没有断除贪着 是因为我们没有智慧 而智慧的最起码的是什么 就是无我的正见 正到无我这个事实 这个真理 如果我们能够正到无我 就有了初步的智慧 所以我们不能错误的理解 智慧就是聪明 世间再聪明 再有世间的智慧 不能和佛说的智慧 佛法里面讲的智慧 相提并论 因为知道世间一切法 都是无我 都必然 散灭 都会 坏掉 所以就不会再贪 再说 贪着的人又在哪里呢 既然无我 无众生 无受者 那么谁来贪着呢 这样观察的话 就可以 不但断除我见 也可以进而断除我之 所以应该经常 醒茶 醒茶呢 是你先有醒 然后才会有茶 如果你没有醒觉 你不能够觉悟的话 拿什么来审茶呢 你审茶来审茶去 还是世间法 是应该用佛教教我们的智慧之法 来进行审茶 使自己的智慧升起正念不实 这样的话 在佛所说的法中 就能够得到解脱 解脱有两种 一种是小圣的解脱 一种是大圣的究竟圆满的解脱 这二者呢 不太一样 小圣的解脱 只是灭除了 分断生死的现形 以及烦恼的种子 那大圣的解脱 不但要消灭烦恼的 粗重烦恼的现形 分断生死的现形 和种子 还要断除 变异生死的烦恼 及其威胁的种子 如果不能够保持正念 不能够有省茶 没有升起智慧 说 既非道人又非白衣 就是说你也不是出家人 你又不是 你穿着出家人的衣服 你又不是白衣 你不是世俗的人 那你是个什么呢 无所明也不知道该叫你什么了 也就是说出家人要真出家 要不不真出家的话 又穿着出家人的衣服 这算是真出家人的衣服 有真实智慧呢 才能够杜驼生老病死 真实的智慧 就是我们渡过生死大海的传法 是我们杜驼无明黑暗的明灯 是救助我们一切生死大病的良药 是砍伐烦恼之术的利福 佛呢 非常善于说法 一打比喻就不是一个 使我们能够很明确的了解 现在关键是我们愿意不愿意实行 佛说法是美妙无比 那如果我们不实行的话 我们修行呢 佛说法美妙 我们修行不美妙 我们也不能够得到美妙的修行结果 所以我们应该修三会 用这三会来智慧庄严 三会就是文会 私会和修会 也叫文所得慧 私所得慧 修所得慧 那开始肯定要先文 文道佛说的正法 文道佛说的正知证见 我们才有可能去思维观察这个正知证见 然后才可能在行动当中去落实 断除邪思邪见 断除烦恼的根苗 这样有了智慧 我们才能够增益 佛法的功德 有智慧的人 就像有了明灯 那就能够照见一切 所以虽然说还没有获得天眼 他也能够是一个明见世间黑暗的人 是一个明见佛法的人 这样的人就是有智慧的人 这样的人没有天眼 但是他可以有慧眼 慧眼什么时候得 小圣的慧眼在正得虚托还的时候就得 大圣在明心见性的时候就可以得 也就是正入大圣见到位的时候就有出分 还没有圆满 还没有满足 就会越来越增上 下面看二十二页 如等比丘 种种戏论 其心则乱 随父出家 优位得托 是故比丘 当即舍利乱心戏论 若如欲得寄灭乐者 为当善灭戏论之 是命不戏论 这个是关于言语应该怎么办 言语要能够远离戏论 凡事不符合 你现在所修法门的一切 杂论 世间的议论都属于戏论 这个以前我们讲过 在这里就不过多的仔细讲 希望大家能够明察 不要在事法上多用心浪费时间 这讲先到这里 下面回向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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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 阿弥陀佛 3 6 15 100 8